是啊 这个在搞九个螺丝 这个车就可以收工了 完美的 继续搞下一台 小哥 红哥在店里吗 怎么了 没有 红哥上次帮我弄我的前党 弄得挺好的 我闺蜜的车我也想让他帮我看一下 红哥 是美女啊 你个单身狗 红哥不带什么了 我帮车的 就是这羽瓜帮我看一下吧 好像有点问题 行 我帮人看一下 这好像不是羽瓜的问题哦 这羽瓜换多久 一个多月吧 我不记得了 那应该不是羽瓜的问题 哦 我知道了 这里玻璃上有层油膜 油膜是什么东西啊 严重吗 油膜就是这么模糊的东西 很远视线的 特别是夏天 这附近有什么好挂吗 哦 后面有个腕板 那我去挂一下你弄吧 行 你挂回来之后 这车也特别弄好了 嗯 像小姐这车油膜这么严重的 一定要其实处理 不然的话夏天特别养心的安全 像这个这么顽固的油膜 就得拿那个强壮性液膏 给它处理一下就行 大大的板杂上 在玻璃上均匀的摩擦 严重的要稍微用力一点 小姐的时候要处理好就行 这样才会有生命了解的机会 像长江湖南的地方啊 重庆成都啊 最远都是夏天 你不提示心理的话 容易看不清楚路的 你看 处理过的就刚才硬件 没处理过的 水都不带流的 这个测床和后视镜 也是一样的方法处理 这样子处理完之后 夏天水足处就不过 要侧床和后视镜上了 最后到一瓶油膜吸油剂 到了油膜水里面去 好了没啊 那么久 好了好了 我带你上次看看效果 好 打乙瓜 试试 我们先看一下乙瓜 这乙瓜行不行 嗯 水干净好多 你的钱抽就给你处理好了 好 谢谢 美专家 下次再找你啊 好 拜拜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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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